好了,A死战来了啊 A死战是Solar要对冲Keros 好,我们来看 A死战 哦,打这张地图啊 新盖茨堡 打新盖茨堡 所以他们选择的是这个 两位虫族选手登场 难怪没有用人族或者这个神族 这张图可能是一张虫族优势图 所以Africa战队这边 宁愿上Keros也不上自己的两双神组合 或者说上Alive都没上 右下角蓝色的虫族是这个Keros 而左下角红色的虫族是Solar 这张地图非常的远 中间一个小道啊 你虫族你光靠狗独豹要过这个小道 其实很难的 蟑螂也很难过 所以只能从上面的大路去绕 大路绕又太远了 所以选虫族是比较好的一张地图 这图很容易就把三基地开起来 上来一个鲁霜 Solar跟Keros都是鲁霜 同时放下基地 几乎是一个镜像开局 镜像的都是先放七矿 张地图由于太远了 所以先放七矿也没什么问题 看张图ZVZ他们怎么打吧 到底是先拼狗独豹挑飞龙呢 还是用蟑螂来拱 按道理来说现在的韩国的虫族选手 一般还是出蟑螂的 很少有出飞龙的 因为飞龙太容易被抓贪命 一般他们要打的话就蟑螂转飞龙 而很少有直接跳飞龙 韩国选手跟这个可能业余的这些 飞韩的选手有点不太一样 飞韩选手跳飞龙的成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韩国选手很低 即便你飞龙跳出来 他们的应对也没有问题 他们在抓贪命这方面的确是做过很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都出了四条狗 这感觉是要四条狗开三基地的节奏 双方继续的补冬美 都是四条狗先拼一下 同时放了独白虹超 摆阵型 哦哟 SOLA这个阵型摆的 先把狗摆好了再跟你咬 KAROS站在这边 咬 SOLA的气势更足 退一步 在这个路口可能要还手 到路口要还手 有女皇 问题不大 双方都是四条狗拼一下操作 三基地甩出去 KAROS先甩三基地 SOLA应该要甩了 这个三基地都一样的 开局都是压制三基地 然后再爆狗再压 然后转蟑螂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套 我先接一下电话 我先接一下电话 喂 还没有呢 没有啊 911在 911在 那个禁铁波 我在家里面 录韩国的联赛 就我们分开的嘛 这个网易的比赛 是那个 网易的比赛 然后韩国联赛 韩国也算 911他要去买 哦 也可以 但是我要陪我老婆出去逛一圈 我靠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陪他逛了 我逛逛一圈很快的 啊 你就在今天里面啊 你去找他就好了 后门啊 后门啊 好 我们来看小狗队友啊 两边 哎呦 操作都没问题 呃 哎呦 双方差不多啊 这个拼的 你来我往 Keros出的蟑螂潮 SOLA好像是想跳飞龙的 SOLA二本很快 Keros是只要打一波吗 这不我的战术吗 就前面用狗独暴跟你拖 然后直接蟑螂一波 这个战术很犀利啊 跳飞龙 有可能会被绝杀 那农民Keros稍微补的多了一点 出门的出门的 蟑螂出门的 就是抓蟑螂这个timing 它是狗独暴抓蟑螂timing 好在上面 哎呦漂亮 这个顶独暴引的 SOLA已经发现了 Keros现在用小狗 不要你造地宝 不要你造地宝 这面已经各种咬了 啊 SOLA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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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到位了 现在只需要再变几个毒暴 变毒暴 这个时候变毒暴 后面远远不能小狗再接了 毒暴 毒暴在哪里 后面的狗是不是被毒暴截了呀 狗怎么还没来 SOLA这个这样都能守住啊 后面再接再接 飞龙摁不出来呀 这个时候是 就卡着飞龙的timing 往死里打 好继续的变毒暴 这个SOLA已经好像没救了 SOLA没救了 这个蟑螂狗太多了 没救了 打死了 飞龙出来也没用了 刚好是抓到了最后一个timing 而且这个小狗绕过来 咬这个地宝 咬得非常的漂亮 机器 Keros不负众望 一击致命 A4战士战胜的SOLA 为Africa战队拿下了今天的比赛 恭喜一下地狱守门人 漂亮的一场对抗 机器 好 那今天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 明天我们再来转播韩国的SPU联赛 各位观众 拜拜